客观胡婷婷接着来看的是杨成林要举办世界巡回演唱 时间在3月23号 她要在小巨蛋举行台北场 她强调比起国外的场次 台北场绝对会加码演出 只是最近流感太盛行加上准备太累了 杨成林重感冒一直咳咳不停 倒调进水缸 这是杨成林去年在香港宏馆演唱会 飞天下雪的桥段 杨成林世界巡回演唱会 跑过香港 新加坡 终于要在3月23号 回到台北小巨蛋与台湾歌迷相会 而成林也透露 这次台北场每个桥段都是加码 除了歌单都会重新安排 海陆空桥段也不会少 是很有花招 然后又可以展现实力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小巨蛋场地又够大 但是局限也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好像真的 几乎天天都在跟场地开会 然后都在想一些加码加料的演出 那应该还是有海陆空的部分 小巨蛋的安排 当然还是以大家看得开心 但是又可以让所有在场的人 都可以胜上腺素一直上升 这次演唱会也会加进新歌 为爱启程 把12位天后的经典情歌串起来 企图展现他不平凡的唱功 不过可能是因为太过操劳 陈琳从今年初就严重的感冒 让他整场记者会都咳不停 已经在感冒了 但是还没有做好预寒的准备 那就可能回到台湾之后 也是有工作 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然后现在变成支气管也感染了 他应该快要好 台北场门票18号开卖 杨陈琳期待在台北可以不止开艺场 也希望苦练多年的歌唱实力 能完美呈现在歌迷面前 UDN TV 黄毅忠 卢维忠 台北报道